龍字的國語註音是 日翁龍,二聲龍 龍,二聲龍 龍就是草出生的樣子 如李白的是亭草滋新榮 這是說亭院裡的草已經長出新苗來了 龍也指蒲花而言 如謝玲韻的金湖中沾跳式 出黃解心拓,心蒲含紫蓉 這是說剛剛長出來的嫩笋 才展開了笋殼 新生的香蒲也有紫色的蒲花了 龍也指柔細的瘦毛而言 如蘇氏的雪中過淮詩 水癌落雞尺,風葉亂求榮 這是說走在水邊 連木雞的尺都弄掉了 而風吹落葉也把皮球的細毛都給吹亂了 龍龍是草叢生的樣子 如陽雞的春草絲 嫩綠柔香遠更濃,春來無處不融融 不過融融也可以指小人群居而言 其修的九縫比群小指融融細 而融蒙則是雜亂的樣子 融線是刺繡時所用的線 原始與符制 以五色融線結王五重 其實融線也就是這種俗稱的融線 鹿融則是一種出生的鹿角 上面長滿了細毛 是一種很珍貴的中藥 以東北所產的鹿融最為有名 而松融則是人工所培養出來的嫩菌 可以製成罐頭 融又念融 國語諸音是知翁融三生融 融是推的意思 又和這個融字是相通的 就是鳥獸身上的細毛 又稱為融毛 和融字相似 而容易念錯的是 右邊這個氣字 氣字的國語註音是 七一氣四生氣 氣就是修補房子 如左傳的朝二十三年 以氣旗強烏 氣又稱為修氣 總而言之 融和氣 都不能夠念成耳的音 如修氣 是不能夠念成修耳 也不能夠念成修融的 謝謝 今天的每日一字節目 就為您進行到這裡 謝謝您的收看 我們明天再會 謝謝 謝謝 中文字幕——YK